召唤离冲突期间右眼受伤的女人 据了解警方正调查她是否涉嫌参与暴动 消息说她去年已经去了台湾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这种受伤事件引发之后的非法集结和人群聚集等等 有机会涉及煽动他人犯罪情节 前年8月11日反召唤离冲突期间 一个女人在尖沙咀警署外面右眼受伤 消息说她去年9月30日乘坐华航客机离开香港 前往台湾之后去向未明 据了解警方对她的刑事调查未完结 包括她在现场有没有参与过暴动 由于她从来没有被捕可以自由出境 至于她眼睛的伤势是否由警方的布袋弹 或者有人射铁株 又或者被其他物件击撞 医疗报告没有任何结论 消息说她当时在伊丽莎白医院 留院大概一星期就出院 不久也康复 她的受伤引发多次大型聚集 其中在前年8月18日港岛区的非法集结 对头的人手持的直翻就是她的画像 同月也有大批人在机场客运大楼 要求查出女人右眼受伤的责任 出境闭口被行李首推车堵塞 导致当日所有航班登记一度要暂停 公立医院医护也曾经发起正座抗议 另外一个自称是受伤女人曾经透过录影 批评警队使用过分武力 警方曾经申请法庭首令 向医管局拿右眼受伤女人的医疗报告调查 但对方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禁止 被上诉庭驳回 有立法会议员质疑她透过司法程序拖延 甚至隐瞒 可能已经煽动了群众 在不清楚她的真实情况之下 借事件走上街头 大家都记得她们按着眼睛的手势 其实甚至去到外国 都是不断用这一个手势来去煽动仇警 和仇政府反修例 这个事件其实影响是心愿的 煽动暴动本身是一个刑事罪行 如果调查的结果是证明到相关的人等 包括这个发眼女 是有心去煽动暴乱 其实涉嫌是违反刑事的条例 警方就算她无论去到哪里都好 警方都可以去通緝她 捉拿她归案 他估计背后可能涉及其他人策划 发放虚假讯息 促请警方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